食貨之人 選Semi Semi選東西 真棒 好 孟莉一切早上整定了 整定了 今天整定一些來自韓國的食物 嘩 今天試的是即食麵 嘩 今天試韓國即食麵 韓國即食麵出名 嘩 今天這個也值得贊 因為看上去已經不太熟透了 嘩 這個我煮的時候很有技巧 叮的時候 首先要煮得不太熟 然後預算浸泡的時間 完美 有一點醬 要咬下去才行 因為這些麵如果浸得太軟 沒有口感的 咬到豆腐 我發現韓國即食麵 是沒有那麼容易淋的 對 煙煙營營營的 好像比較硬一點 你試試 如果我最討厭吃的 便宜的快餐店那些麵 原因是什麼 有很多麵 外面是軟的 裏面是硬的 裏面是硬的 你有沒有吃過 我比較少 通常都軟了 那是意粉 意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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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裏面還是有白心 例如煮得不夠熟 例如拌煮得不夠熟 它裏面大濺水 路面 手中 外面散了 它就會搬上去 內裏面的心 還是白 尤其是未煮透 尤其是沒有黑的快餐店 或者是餐廳 我一看到你現在這個 略嫌脹長的 而且它的質地 可能就是質地的不同 你感覺到有一種通透的感覺 好像橡筋 即是脹了之後半透明 而不是實一個色 這個會不會是韓國的麵分別呢 韓國的麵普通來說都是彈牙一點 而且是粗一點的 在日本的食品 他做的內容有沒有不同呢 這些我猜是秘密的 什麼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韓國不知道就行了 其實是秘密的 我猜一下你 很多東西不知道的都不是秘密 你知不知道 是你不知道 你會不會講個食譜給你看 是不會的 你現在說得好像考試 我也想用考試來做 問你希特拉為什麼會發動戰爭 應該是秘密 你會不會講 你會告訴你 他心裏為什麼 有些秘密的性格 又告訴你 你會不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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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天都當考試 果然厲害 好 講了這麼久 先試一下 剛才說到麵煮得剛剛好 顏色又通透 是不是比較彈牙一點呢 嗯 真的 好味 其實韓國即食原來是挺好吃的 對 這種彈牙的 哇 很辣 我就想問是不是很辣 這隻是芝士味 這隻是 一點都不辣 你會否給錯了 剩下一個碗去吃 超辣的味 芝士味本身有少少辣的 調味包裡面 一點點而已 有少少辣才有韓國的 再加芝士 這樣也有韓國的感覺 但為什麼你不用咀嚼 你這樣 怎樣 直入口中 因為韓國的臉 是實一點 你怎麼嚇我 你沒有 你像是彩青一樣 一眼就去 他就是彩青 等一下 我怕我一間新的舌頭出來 有一電八在 是啊 在舌頭上 紅雲當頭 在舌頭上 在舌頭上 為什麼會嚇我 我先試一次 我怕我習慣了 是嗎 你很快 因為有時候人的習慣 你自己不覺得 可能我真的沒有咀嚼也不行 你講一講我怕一怕 很怕的 我一拎一拎一拎 我一拎一拎一拎 看看有沒有那副輝春 我真的很怕我口中有副輝春 有幾拎 但很快 韓國的臉應該比較煙韌 除非他很軟 我沒有說要拍得厲害 他已經吞到你 我咀嚼得快 我咀嚼得快 不是說厲害的 又說我認厲害 你不是認厲害 你叫人厲害 你不是認厲害 你不用認 你要黑厲害 你要黑厲害 你暗黑厲害 你要暗黑厲害 你要暗黑厲害 你暗黑厲害 沒有回頭 做什麼 你兩個很怕 你兩個很厲害 這樣也很厲害 這個厲害的是什麼 剛才那個就是一些很奶油的芝士麵 所以今天的新貨都是一些很奶油的即食麵 不過是新的口味 今天的新貨是雙重忌廉即食麵 哇 Double Cream 對 他那些Double的意思 就是它再濃一點 再濃一點 這個Creme的味道 Double 不能說一半嗎 當然是再濃一點 這是什麼理解 你當我們不懂英文 還是沒有任何邏輯 他不是用了那些 Heavy Cream的意思 因為做蛋糕會有什麼 Double Cream Heavy Cream 如果這樣說 怕人家不會用那些Creme 很清楚 即是有種Creme叫Double Cream 對 就是Heavy Cream 就是Heavy Cream和Double Cream是兩件事 是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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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都告訴你那個Recipe 是秘密 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 有Heavy Cream 我知道 Double Cream和Heavy Cream 是兩件事還是怎樣 這個 明天阿基會回答你 明天 明天有幾碟 明天有人住 明天要放假 明天不想過 明天去到Double Cream 因為我不知道 Heavy Cream 本來煮食有的 是 有的 再濃一點 不過這個Double的意思 其實就是 比Heavy Cream再濃一點 它其實就是 Marco沒有講錯 當然是Double Cream 更濃一點 它就是兩包粉 平常都是一包粉 不過我又覺得 其實它本來 是不是韓國的 都是韓國的 A那個韓國的味道真的好 很像 因為是芝士加辣 芝士不是很濃 但現在說Double Cream 我有點害怕 雙重忌廉 因為當時我們吃慣日本即食麵 到了一段時間我們加芝士上 當時我都覺得很奇怪 現在還用Double Cream 那件事好像不是咸的味道 加芝士上還用Double Cream 更奇怪 其實為什麼要出呢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小公司 只有六個人 然後它就很小 一間麵廠只有六個人 對 他們當時真的覺得 為什麼麵全部都要給大公司壟斷 我們六個人決定要出一隻拉麵即即食麵 是用成人的口味做基準的 這麼色色啊 大人的口味 不是小朋友 六個人都是汁男 就是要很多汁器 我都很喜歡喝汁 我都很喜歡喝汁 那六個人是怎樣成人發這個拉麵 我早就不明白 因為它本身這件事出現的目的 是給第二天的大人喝酒之後解酒 因為韓國人有個文化 就是昨晚喝完酒 然後今天很不舒服 我就會吃拉麵 香港人也有 不就是大人 韓國我幫你 韓國人會吃拉麵解酒 韓國人會吃拉麵解酒 韓國就比較普遍喝醉酒 解酒 即是他們會拿拉麵來解酒 所以他們就特意做一隻麵 用拉麵來解酒 對 特意做一隻麵 希望可以早上解酒的時候吃 是這樣的 本身的出發點 我真的沒聽過韓國人用拉麵解酒 我只是有聽過日本人 為什麼很多時候他們喝完酒 臨回家之前又會吃拉麵 他們說喝完酒之後吃那碗拉麵 可能是酒精影響了味蕾還是什麼 說那碗拉麵比較好吃 我有聽過 你不要說喝醉了你也比較好看 我聽過這個版本 你這個版本是日本的 他講韓國 韓國為什麼拉麵可以解酒 除了麵沒有一樣東西是對的 因為你喝了酒 喝醉酒的味蕾會比較遲鈍 你那個麵會濃的味道 就覺得舒服 而且喝了酒會比較肚餓 不過也跟韓國解酒沒有關係 韓國朋友說他們喝了第二天 最好可以吃什麼 或是那晚心雞湯 暖胃 正氣會比較舒服 我也是解決不了 為什麼拉麵第二天 會解酒呢 他們的文化 就是覺得吃東西暖一下肚子 有時候他們會煮湯 不是只有拉麵這件事 湯也會有 這個就是解酒麵 試一下吧 這個很有趣 你有沒有煮梅仔 要不要先喝它 然後吃掉它 對 我們就喝了 不用 梅仔不會喝什麼醉 要喝很多 辛苦一點 不要管那麼多 解酒的功效 我就不相確 唯有 嘗嘗味道 嘩 嘩 嘩 我聞到 嘩 是溶了雪糕味 那是哪一隻 是很大酒的 很甜的奶味 你聞一下 很甜的奶味 你都像那些 很稠的八菌湯 對 好像整罐壓下去 聞到甜 嘗嘗嘗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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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可以一口吃這麼多 在家裡不是也是這樣吃的嗎 很快就吃了一碗麵 三分鐘吃完餐飯 家裡很少這樣表演 哈哈哈哈 是一個表演來的 你家裡人 少看這些娛樂 沒有這些娛樂看的 真的 就看一些片 視網都會 不看的 不看自己的 喂 比我這些觀眾 聽眾 從始終沒見過你表演 我不用啊 你回家表演的 不是他猶順 各位拜猶 你回家表演的 你回家表演的 等等 沒有 師傅 放開師傅 這個尷尬 這個尷尬 但是這個 不辣的 沒有辣味 沒有味的 只有奶油 只有奶油的香味 沒有奶油的 舌頭的味道 又是香味濃 吃舌頭沒有味 我想起白汁意粉 可以馬上叮的 又是這個味道 應該用同一個類似的調味 他那種奶味 因為舌頭不覺得有重奶味 而香味有 所以他有一種強烈的嘔吐感覺 嘩 嘩 嘩 即是他沒有那個質感 吃到口裡沒有質感 只有那種奶味 聞到 好像聞到別人嘔吐 對 寶寶 他可愛的 寶寶 寶寶 這個不行 我原本那個 麵質呢 這個真的不是喝醉 不會覺得很好吃 但他最後就說 如果本身拿拉麵來解酒 然後他說 但我們這個出的拉麵 好味道 想再喝多一杯 結果 喝回頭 對 倒一杯 那麵 宣傳策略 不是吧 醒了再 那一餐解胃酒 吃完 真的想叫泰公再死一次 這樣 不是 發生 不是 要死一次 這樣 不死 不死 不能吃 這個很奇怪 尷尬 要不要再濃一點 會不會好一點 是 要濃一點 但始終是口裡沒有味 香味 是不是拌麵 這個是湯麵 不是說 熟熟之後 倒些微粉上去拌 不是 這隻要加水煮的 嗯 太淡了 有剩下 舊那隻 其實除了4.71包 正常 4.71包 你覺得新這隻 值多少錢呢 見他小公司 我覺得小公司 應該多些支持 只是小公司 我加他兩元 也有幾個創意 喝醉酒才有 很少聽那個 特意給你喝醉酒的時候 就是為了喝醉酒的人去設計 創意又加 加一問 加一問 成人的味道 成人 不是成年人 是成人和成年人不同 成人的味道 成人的味道 很鹹 成人電影和成年人的電影 應該是兩件 如果有人找你拍成人 找成年人的電影 阿師傅要找你拍成人電影 記住答應 做不到我 無原因 這次做不到我 是我 成年人電影就沒有什麼位 沒有什麼位 記住成人電影才拍 好 我純米味道 味道我減了兩元 那就是說 三元上兩元 5.7 今天新的東西不值 是呀 因為新貨是賣22元一包 嘩 嘩 想不想這麼誇張 嘩 你真是欺負他喝醉酒 我真是 我想我醉了 不夠猴 還想聽早霸王 快點上8001903.com 聽一份節目重話 早霸王